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名崇祯17年1644年正月 南直立扬州 振振急促的警罗声从各城门传来 无论官军还是百姓无不放下手头的火 刚松弛没几天的神经随之再一次紧绷起来 人人都在担忧 那该死的高杰该不会又来了吧 果不其然 一杆高斯大旗是有远极近 大古明军随后劣战成下 守称官军圈认 这支明军正是高捷步 扬州城门随即立刻关闭 全城戒严 作为大名的城市 为什么一支明军的到来 会让扬州如此惊恐呢 怪就怪在 这世道太乱 而扬州又太富了 今年三月 里的城冰封直至北京城 重瞻地惊恐不已 即令各地兵马入京秦王 其中并有一道 照令给了到副总兵高捷 生死存亡之际 崇真也不再勾勾缩缩 加封高捷为总兵 快 赶紧带兵前来护驾 可高捷哪有秦王的胆量 要知道高捷曾是李自成麾下 不讲 因勾搭李自成小妾东窗事发后不得已投降了明廷 给闯王戴了绿帽子 高捷躲还躲不及又岂会自投罗网 于是高捷无视崇真照令 选择率部难逃避祸 4月28日 高捷第一次抵达扬州城下 对于这样一直来路不明杀气腾腾的乱兵 扬州官吏本能地将其拒之没完 坚决不放一兵一卒进城 扬州军民的预判非常准确 高捷南下的这一路上是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而跋山涉水来到这扬州城 当然也是基于扬州满城的财富 高捷甚至想以扬州为根据地 进而割据一方 然而城内军民态度坚决 入城显然是无望的 高捷谁打算率先渡过长江 继续南逃 在那刚组建不久的南民洪光政权 同样不欢迎这些南逃的溃兵 因此高捷不得不再次返回扬州城下 便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扬州城高吃山 去去高捷那点溃兵 进又进不去 攻也攻不下来 于是恼羞成怒的高捷开始在扬州城外 似以纵兵劫掠 杀人是基石遍野 淫辱得连幼女都不放过 荼毒地方竟无人可治 但江北始终是南民的屏障 洪光政权不可能坐视扬州危局不顾 5月16日 兵部尚书史克法奉洪光帝 致命北上都市江北一并解决高捷围困扬州 这已棘手的问题 听闻都市施科法即将到来 高捷赶忙命令士卒收拾局面 在城外开挖了数十个大坑 一眼埋暴尸荒野的百姓遗憾 一直等到6月中旬 在施科法的斡旋下 高捷不安 方才遗失瓜州 扬州围城随起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城外残死的百姓也别指望有人来替他们申冤了 当扬州全城百姓都在庆幸危急顺利解除时 谁又能想到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悄悄降临 洪光元年1645年4月17日 长江刮州渡口 此时渡口人满为患 一片汇乱 各路溃兵与百姓争先恐后 抢夺为数不多的渡船 场面已经设底失控了 为什么呢 因为清军来了 今年正月 在击垮李自成大率军后 清廷趁势入主中原 紧接着便派豫亲王多夺率军南下 清军一路势如破竹 沿途明军乌不望风而逃 而施科法苦心筹划的江北四镇同样毫无抵抗 是逃的逃 降的降 清军转眼便要濒临洋州城下了 出于对清军的畏惧 所有人最先想到的都是往南边跑 然而洪光朝廷早就驻军镇将以拦截一切难渡的船只 眼看如此多的溃兵 百姓摇摸而来 首将郑洪魁不分青红造白下令炮击渡船 大量军民因此葬身于赋 剩下的百姓不得不再次逃回扬州城 4月18日清军禁抵扬州城下 致此这一城百姓的安危 全息于都师施科法一人 那施科法是否做好了御敌的准备呢 遗憾 并没有 首先在兵力上 当时扬州城的兵力极为薄弱 早在清军到来之前 多数守军已经望风而逃 而随着清军的到来 原来配置的江北四镇也多半详清了 摇身一变 成了围城扬州的二鬼子 面对如此局面 师科法随向各方紧急求援 但只有做都督刘兆基亲率400兵们前来支援 师科法才勉强凑拢3000人守城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缺兵少将 虽然也有缺兵少将的手法 扬州城墙 狭窄 部分区域无法安置重型火炮 已经是火烧没爆了 师科法才派人开始改造 直到清军破城 这项改造工程都没有完工 而对于本该日夜驻守各城门的明军 师科法也让他们始终分散居于明居 部分将领不似如何备战 反而成天惦记着找扬州明记循环作乐 可以想象师科法治下的明军军纪是多么的败坏 扬州城西门外有一处密令 暂时去阻挡守军事件 又容易成为工程敌兵的掩体 刘兆基部分将领实地勘察后 立主砍掉这片竹林 引消除隐患 但师科法登城一看 哟 这片林子不是前内阁首相李成芳家的祖坟吗 不可 万万不可 部将们心中气愤 以至于不防时竟无人愿意守卫西门 师科法见状 宁可自己来守卫这西门贤弟 也还是不愿意开罪李家 清军刚开始围城 主帅多多曾多次劝降师科法 都被师科法言此回绝了 4月23日 随着红衣大炮运抵扬州城下 劝降不成的清军开始炮轰扬州城 清军将重炮置于扬州城门外 西北方向的一处高岗上 随后明清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 此上晒种 扬州之府衙门都被清军炮火轰塌了 清军也有三名汉军旗 贾拉俄真被明军击毙 至25日 清军与二鬼子开始登城 不出刘兆基等人所料 清军果然以李氏祖坟密林为掩体 重点突袭扬州西门 清军开始有人攀上城头 与守军白人接战 明军随着陷入混战之中 紧接着在守城军民惊慌失措的踩踏声中 那尚未完工的城墙改造工程 瞬间是垮塌 城下上的军民因此死伤无数 西北城防也随之崩溃 施克法见大势已去 自闻迅国为隋尔被部下营救下 撤出战斗 与此同时清军重炮轰塌西北角城墙 跟着西门失守 清军开始蜂拥入城 在之后的激烈巷战中 刘兆基率部死战不退 斩杀清军数百 最终全军禁末 而副总兵马应奎 副将楼庭等十余名守城将领 在巷战中壮烈殉国 另一方面 副总兵庄子顾 贪将徐锦 护着施克法多次突围 但都以失败告终 二人接力战殉国 施克法被清军俘虏 宁死不详 被斩余军前也壮烈殉国了 而扬州城内包括都府魏远文 兵部右侍郎张伯经 扬州之府何刚 知心任一名在内的文官将领们 也纷纷选择自杀殉国 至此繁华的扬州城 落入了清军之手 而兵部上述施克法 保卫扬州仅仅守了七天 相比日后 典史盈应援坚守江英 八十一天相比 不免令人哀叹不已 宏光元年1645年4月25日 扬州城内 当目睹守军溃败 士兵纷纷丢盔弃棄甲 冒死跳下城楼逃命的 混乱清景时 扬州秀才王秀楚 同样被吓得是首都无措 此刻他也可以确定的是 史度士终究还是没能守住这扬州城 于是王秀楚赶回家中 带上一有九个月身孕的妻子 和五岁的幼子 逃往二哥家避暖 而就在当天 清军的杀戮也正式拉开帷幕 全城到处都在发生 烧杀劫掠的各种暴行 绝望的惨嚎声不绝于耳 听得王秀楚一家心惊胆战 只得一股脑逃上了屋顶 在雨中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第二天映入王秀楚 眼帘的是这样一番 漠视景象 三名清兵镇压着一对略来的妇女 妇女们各个脖子上套着绳索 犹如牛羊一般被驱赶着 泥泞的道路上随处可见被遗弃的婴儿 不知是遭了马匹还是行人的践踏 驱赶已经四分五裂 是干脑徒弟惨不忍睹 而城内的沟群池塘内 则已填满了尸体 扬州城一夜之间 沦为了人间炼狱 之后的几天里 王秀楚带着家人 是东躲西藏 不断惨遭险情 几次生死关头 王秀楚都靠着花钱 保住了妻儿的性命 自己的运气多次将要被清军掠走 最终也都因为有孕在身 而幸免于难 一次一名清兵 想要掳走王秀楚的妻子 王秀楚赶紧逃钱买命 并哀求道 我的妻子已有数月身孕 昨天又刚从屋顶摔了下来 现在动弹不得 哪里还能走路 清兵在检查其运度 并发现裤子上的血迹后 方才骂骂咧咧的离开了 还有一次清兵冲入 王秀楚避难处 对着王秀楚的大哥 就是一通乱砍 随后用手持钢刀 逼王秀楚交钱 王秀楚因此交出最后的苍蝇 无论珠宝还是绫罗绸缎 清兵尽挑好的拿走 甚至连王秀楚幼子 佩戴的长兵索也不放过 连走时收获剖风的清兵 不忘恶狠狠的说道 这次我不杀人 自然会有人来杀你 在大屠杀期间 王秀楚的几位凶嫂相继蒙难 而他带着妻子 躲也躲不过 逃也逃不出 一度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当看到无数百姓闭门自焚 头颈自命 他和妻子也想过 一死了之 奈何上吊 为谁只能继续苟活 苦苦撑到五月初一 连续五天 没有进食的王秀楚 偶遇一名还算良心未免的 清兵官吏 给他安排了一处避难所 又告诉他 明日豫亲王要下令封刀了 你等可以保全性命了 这几天要小心 别自己送了性命 五月初二 清兵发布安民告示 先到的官吏开始安抚百姓 但暴行仍时有发生 直到五月初 扬州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才从躲藏地走了出来 此时幸存的妇女 无一不是误会之物 图马全身 个个如同鬼妹 根本不成人样 而此时王秀楚和他的妻儿 才算脱离了险境 而他们三人 也是大家庭中仅存的幸存者 接候余生的王秀楚 将自己在扬州的这段经历 悉数记录了下来 这便是著名的扬州十日记 王秀楚无疑是幸运的 但放眼整个扬州城 这样的幸运可谓是寥寥无几 扬州城破之处 清军还刻意装了一下 展示自己严明的军记 正因为如此 石刻法见到多多时 便请求他宽大待命 万不可大行杀戮 然而只装了半天时间 清军便迫不及待的 撕下面具开始打屠杀 而面对清军挥来的屠刀 扬州百姓 竟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刚开始 两名清兵负责看管 一两百规模的百姓 当清军下令屠城令后 这两名清军便让百姓 一个个出列 垂首跪地 两人是左一刀右一刀 杀完一个 照理如无法炮制 百姓居然只能是引进受禄 起初 肆虐扬州的还只有清军 到了五月初一日 刚开始详清不久的高捷部将 李承栋也获准进入扬州城了 这群二鬼子的残暴程度 丝毫不逊于清军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面对这多被清军洗劫多日的扬州城 二鬼子们开始挖地山址 寻找漏网之鱼 城内的创业丝顺素也被搜刮得干干净净 扬州城所有财富十天内惨遭清空 兵过如书 匪过如毕 正因为如此 当屠城过去 天空开始放晴 城内堆积如山的尸体开始肿胀腐烂 臭气熏天 气味一度飘至百里之外而不散 随后各僧院僧人开始负责反烧尸体 根据扬州时日记载 凡尸部记录前后共有80万人遇难 这80万人是否准确至今已无从考证 但按照当时的扬州城人口规模 惨到清军屠戮的扬州百姓 必然不会少于20万 而比死者结局更悲惨的 就要数那些被掳走的女子了 这些女子悉数被清军装缠带走 如同军需货物一般 一路跟随清军南下 诗人曾看到清军船上装载着大批妇女 而从扬州略来的又寒一好别人 穿着都是裸起朱翠粉白带绿 直到清康熙中晚期在遥远的关外 竟还有扬州口音的老妇活着 他们度过了漫长而屈辱的一生 仍在苦寒之地思念着曾经的故乡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